上次我们在野外空间一个骑摩托的老表 然后我们就开着82年的跑车追了它两条街 好不容易追上 鸭子都到嘴边了 结果 我们因为延迟太高 系统判定我们根本没有撞到它 最后只能眼巴巴的目送别人千里之外 而且好好的一辆汽车 还给撞报废了 不过我们在野外还藏着一辆车 昨天收官来的物资都在这里 但是这辆车问题也大 第一 车快没油了 而且也快报废了 第二 还扫个轮胎 这没油的车跑不了几里路 扫个轮胎的车出事故的几率又很大 所以当务之急 是要想办法救这台车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谨慎的一点油 一边往最近的物资点跑 一边找轮胎 跑了没几分钟 终于 车没油了 车熄火在荒郊野岭的 而且扫个轮胎的车 我们不能进行手动推车 只能用系统的强制复位功能一点点的挪 我本来想找一个草堆茂盛的地方先把车给藏起来 但是看了看这周围 一个能藏车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我们又只能制定下一步战略计划 我们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千斤顶跟轮胎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直接放弃这个想法 换个思路 直接在这里建个家 但是建家需要领地其的材料 我们还差十个铁片才可以造出来 所以直接去最近的城镇 摸铁 到了啊 直接摸这种废车就可以出铁片 而且几率很高 两三下的功夫就把铁片给抽齐了 还找到了一件硬货 一把油具 但是 没有 只能把它当武器用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确确的说这是专门给这台车建的 门都没有 你们肯定好奇 这么穷还建家不怕被人发现拆掉吗 还真就不怕被人猜 没有门的家只能用炸 而且刚更新版本删到 玩家不可能有炸药 其次门口还放的有一丢丢陷阱 更重要的是 这幅改了幅规 而这个规矩对我们是把双刃间 那就是禁止玩家才没人在线的基地 这个规矩是为了保护那些势单力薄的独狼玩家 谁触犯了这条规矩就会被清除服务器 因为我们玩的是美幅 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我就是经常到时差去猜没人在线的家 现在好了 我不怕别人猜 同时也很难猜别人的家了 这对我后续的炸家计划简直是巨大的挑战 车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搞物资了 打开地图看了一下 离我们最近最肥的地方就是 废弃地宝 那就是这里了 新版本的废弃地宝 这里面最肥的 但也是最危险的 而且里面还有个无敌的boss 想要进去第一步就是破解大门 破解大门的方式就是把上面这两组数字 利用加减惩罚的方式给对应上 像我这种数学考200分的人绝对打不开 如果破解失败了的话 就会触发短暂的警报 但也仅仅就是个警报 等个几分钟又可以继续破解 所以只能换个数学成绩比我差的浪解来破解了 但他也仅仅只能帮我开门 因为这个地宝里面最恐怖 不仅有贴脸纱 还有非常圣人的音效 浪解是把游戏音效全部关了 才敢陪我进来 这里面本来难度就非常高 我现在又要全程语音指挥浪解 这无形中又给我增加了难度 结果我们刚进来 这踩一进去溜到没到几分钟 我就差点被捶了个大惨 没办法 浪姐在这种环境下发挥不出来 所以我打算让他 算了你别进去吧 你接到外面 这个地宝确实非常的难 想要在这个地宝里面活下去 需要注意的细节非常多 而且没把像样的枪 这里出现一点点的失误 都会导致我们团灭 所以我让浪姐在外面等我 我自己则孤身一人闯虎穴 刚刚这个音乐的哭声 就是变异怪发出来的声音 听到管道发出任何声音 都必须停止人物的一切动作 不然的话 就会从通风管掉下来一个 我目前很难应付的怪物 我不仅要在这种高压的状态下 躲避变异怪的袭击 而且还要找到两个关键的道具 第一个就是保险丝 第二个就是门禁卡 有了这两样东西 我才可以给地宝通电 然后打开上锁的物资房 在那里我就可以找到一些 比较好的装备 本来一切都是按流程正常的推进下去 但是意外来了 你开大笑吗 开大笑 这有人 我打死一个人 有几个人 我不知道 我就打死一个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你就盯着窗口 这突然杀出来一个人 搞得我们不知所措 完全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 在这里蹲了半天都不敢出去 但是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 万一嘎掉了这个人 复活杀回来 那就更麻烦了 不过庆幸 这应该是个毒狼 我确认了几遍才敢出来填包 你说瞧不瞧 我刚好叫浪姐在外面等我 结果半路就来了个人 他应该是看地宝的门是开着的 所以想蹲我们来一个守租带徒 但是他没想到楼上会有个卡拉咪 刚爬上去就被浪姐嘎了 可惜浪姐也不知道会有人来 没录下这精彩的一幕啊 这是收了一包快递啊 还有爆炸剪 包里的药品也不少 吃的也有 最值钱的就是这颗震撼带了 舔了包直接溜了 这地宝不能继续带了 我估计全服的人都在往废弃地宝里面窜 我们又没有像样的武器 这么强行进去说不定就像刚刚这种情况 被人半路截狐 所以还是先搞车 我们把快递送来的装备都藏在了物资箱 然后再埋在了野外 接着就直奔下一个目的地 继续找车的配件 但是刚跑不远又遇到问题了 我们在野外又碰见了失群 浪姐还被捶了个大惨 腿都被给整瘸了 虽然活下来啊 但是他 全身上下十多粗伤口 还都是感染伤 头疼的就是 我们没有治疗感染的药品 刚刚捡的白酒可以消毒 但是被我全灌水了 本来已经够惨了 结果蹲在河边恢复伤势的时候 对面又杀出来了个老表 诶 有人啊 这是在打我们吗 我靠 真在打我们啊 哎呦 这么凶的吗 我以为就是打个顺风枪而已 结果我想错了 他们直接追上来了 你不要过来啊 下线躲了十五分钟 然后才上的线 确认了没人才敢活动 这台车看见我们就直接开枪 而且还追过来 这不是大楼就是莽夫 我们又没枪 浪姐还是个大惨的状态 这根本没得打 只能躲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浪姐 必须要找到抗生术才能救她 因为最近的就是疗养院 那里出药的几率很大 就是这个地方了 能不能救浪姐就只往这里了 虽然到了 但是浪姐已经快不行了 她现在已经出现了各种感染后一阵 再进去说 被上司碰到一下可能就要嘎 所以还是要照顾一下病人 让她躺在外面休息 我自己进去搜 搜了半天 整个疗养院都被我摸完了 什么药都找到了 就是没找到抗生术 彻底没办法了 不过别急 想要救浪姐还有最后一种方式了 我们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让浪姐扒过浪衣服 接着再让她摆出一个优雅的造型 然后我就开启了最终治疗方法 这也是我逼不得已的下下下策啊 被感染的伤没有被及时治疗的话 体质跟耐力都会慢慢下降 根本就跑不了几分钟 只会影响防御速度 而且伤势越往后越严重 我不嘎了她 她自己都会暴毙 还不如直接给她来个痛快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 又是个全新的浪姐回来了 现在又可以安心的进行下一步了 今天搞了几个小时 感觉什么工作都没有推进 两个大院总妥妥的人在窘途啊 我们刚会合 前脚才从疗养院出来 又遇到事情了 哎呦我好像看着有台车 哪里啊 这里这么多树 你什么眼神 马路对面 正对面 哎真的有人在推车啊 红色的大洞 但是看不到有几个人 我靠着马路上面 你往坡下面走 你啦 两个不要待在一起 我咱们对这个车跑得这么快吗 都看不见了 你还看见车了 我刚才那什么都没看见 啊我看见了 快到疗养院大门口了 哎呦完了我这弓帮手太低了 忘记开弓了 真的没炸死他 赶紧去打前面这个后面先不管 哎呦他有枪呀 我腿都瘸了 你不是也有枪吗 我子弹早就打完了呀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子弹了 卡了一枪他就跑进那个房子里面了 那完了我现在连弓都没有了 他肯定要来包我们了呀 哇车旁边这个还没死啊 他还在这里 不行了我要去刀他 你就看后面吧 死了 车吧有点意思啊 我们两个拿弓的 吓好一个拿枪的 我估计另外一个人也是摸不着风 不敢激进 但我也很虚啊 包都不敢舔 甚怕另外一个人绕后 打也不是 跑也不是 这就很被动啊 浪姐的枪又没子弹了 刚刚我又把剑全部丢了 现在身上只有一把铁剑了 看来是要去刀人了 于是我把身上的装备全扒了 然后开启老六模式 浪姐说刚刚那个开枪的人是进房区了 但是僵持了几分钟也没见有任何动静 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哪个房子里 只能瞧瞧瞧的摸过去听动静 狗了半天 总算狗出一点动静了 还是一只上师帮我们勾引出来的 我听见脚步声了 他就在这里面 就在这个要点 你接着到前面门口躲着 还得收东西 这人是真的把我整不会了 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收东西 我估计他是枪没子弹了 想跑房区找子弹再打回来 但没想到碰到我们两个 今天佛祖来了都救不了他 那就在里面的墙角站着 他也知道我进来了 应该是架着我 为了以防万一 我拿出了最终武器 震撼胆 先瞎了他的眼 再跟浪姐一起冲进去刀他 但是嘛 我冲了快冲 我靠装枪够了 你快进来 我还在这么装弹 你快进去啊 暂停一下 说好的一起冲 为什么浪姐没进来呢 他打游戏虽然有点憨 但执行力却是相当给力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幕呢 我们来看看浪姐的视角 揭开真相 我冲了 我冲了 我靠装枪够了 你快进来 他还在装弹 你快进去啊 我眼睛都被扇瞎了 我被你闪光 他被震到了 好无语啊 浪姐是因为被震撼弹震到了 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冲进去 不然我应该嘎不了 不过算好 他成功的收尾了 这两个人的背包就一把手枪之前 其他也没什么东西 重要的收获是这台车 有引擎的车 四个轮胎都建在 但是没油和驾驶座 看吧 牺牲小我 成就大家 真好 然后浪姐赶紧退着车 先找个地方藏了起来 而另一边的我呢 我被随即复活到水泥场来了 这地方离刚刚那里 没有十万也有八千里啊 而且我刚落地 又是一群上司等着我 你以为就这样玩了 我才跑了不到一分钟 后面又来情况了 我以为这是别的玩家在玩公路追逐站呢 结果我想多了 这明明是看见我了 是要过来问候我的节奏 而且这三个人挺客气的 直接断着枪过来问候我 他们一下车我就觉得不对劲 这三个人咋这么眼熟啊 起初我不确定 毕竟很多玩家都有刀爷这个人物 但他们一直各种寒妈量的问候我 问我记不记得住他们 我当然记得住啊 因为我拆过他们的家